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今天上午再度針對陳時中過去擔任的指揮官時期的疫苗政策開砲 他質疑陳時中之前在參加活動的時候 透過廣播忘記關麥說自己如果擋疫苗的話 自己就是有問題 對這樣的說法 蔣萬安質疑說其實陳時中吃緊沒有問題 但是人民也不是傻子 我們聽聽稍早這段訪問 陳時中不是瘋子 但人民也不是傻子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此次也都出來公開還原當時採購的過程 其實不管是陳時中本人或是操控他背後的這個幕後黑手 當時阻擋疫苗護航高端 其實民眾都看在眼裡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也說明為什麼陳時中 你到今天你竟然要把疫苗採購合約封存30年 不願意告訴民眾你高端一劑買多少 你每一劑多少劑到貨的騎乘 這些資訊也不願意接受國會的監督 這是身為指揮官你的失職 行政院出來開記者會也好 都無法解釋你把疫苗採購合約封存30年 這件事情你就是不願意公開 有太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無法接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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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